等我什么时候了 还聊天 赶快还钱 还钱 我也没说不还钱呀 我们在这 这不正在跟你想办法吗 这事可跟我没关系啊 我想走了 坐呀 欠你的八十万 我最往下周还 今天是周五 还有三天 你看可以吗 下周不还钱 这车 你就别要了 我们走 今天给足你面子 别给脸漂亮 走 哥 你还签那么钱呢 你签那么钱 你叫我来干嘛 你们也都看到了 前日子 才无把钱卷跑了 现在还欠八十万 咱们可都是 多年的合作伙伴 你们能不能帮我 想想办法 你也知道我家庭地位低 这钱 我老公管着呢 笑容 看在哥 帮你多年的份上 能不能通融一下 那两天 陈总不是刚挣了五十万吗 拿出来给李总顶一顶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咋不自己拿出来顶一顶 咱们朋友归朋友 借钱 不可能 当初你困难的时候 我可是二话没说就借给个你一百万 你是你 我是我 大家都知道 我把钱开得比命都重要 那咱们今天的项目还需要谈吗 你谈什么谈 谈个羽毛球啊 外面欠了八十万 车子房子全被拿走了 你骑自行车谈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哥 不是我说你 你混了这么多年 就混了这个屌样 那钱你自己还吧 我有事 我先走吧 走吧走吧 你也走吧 我知道你没钱 我不怪你 李总 我知道这些年 你也帮了我不少忙 我虽然没有你们有钱 但是这些年 我自己攒了三十万 这个钱你就拿着吧 你车不是也没了吗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这小破车 你就先开着 至于那些钱 如果你还不够的话 我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够了 够了 你们都进来吧 大妹子 恭喜你啊 通过考验了 不错不错 可能 今天我做的有些不合适 但是我替大家表个态 新公司交给小白 大家没意见吗 没有 李总 别开玩笑了 做生意 谈业务 都不会 怎么带领大家呀 做生意不会 可以学嘛 会做人就行了 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你会留下来 大妹子 看到没有 这是李总啊 给你准备的新车 不不不 我有车 你的车 不是在我这儿吗 给你 你就拿着 恭喜 恭喜 还有多少个十年 能不忘怀回忆一点点 还有多少个十年 能提起青春的容颜